减肥到底难不难 老实讲非常容易 而且呢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这一两个月里面呢 我是受了15kg 假如你是真的懒惰的话呢 你是不需要运动的 Hello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来我的平台 这样子近期呢 大家最关注的就是 我是如何在一个月里面 减肥减得这么快的这个话题 假如你不懂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 就是我在几个星期前 我就上了一个影片 讲我MCO的时候学了什么东西 而其中一个就是减肥啦 可是在那个影片 我就没有跟你们分享 到底我是怎样做到的 所以很多人就在comment那边 问我是怎样做到的 所以这一个影片 我就来跟你们揭晓 我是怎么样做到的 在开始之前呢 我必须要讲一下 就是我并不是什么很expert的人 什么professional的人 我直播是一个上了YouTube 看人家的教学 讲要这样子要这样子 我就跟着做 然后呢就这样子收了啦 所以可能我等一下分享的东西 对你来讲可能没有效果 或者是对你来讲不健康之类之类的 但是so far 这一些东西在我身上是work的 所以看到这个影片后 自己agad agad 下哪一些对你来讲是对 哪一些对你来讲是错啦 ok 那么好的 就来讲一下我的before after的 result啦 就是我开始的时候呢 是在84.4kg的 and then呢 经过了一两个月吧 现在加加满满 应该一两个月了吧 而目前我最新 今天早上量的呢 就是69点多 所以agad agad 下在这一两个月里面呢 我是收了15kg这样子的 然后这一张呢 就是刚刚我所拍的before after的照片 在这照片里面呢 可以很明显看到就是我的脸是瘦到最明显的 然后我的肩膀方面也是多了一些 muscle 还有就是我肚子也变小了 但是现在这个呢 并不是我认为很理想的一个 result 因为虽然体重低了 但是呢身体的脂肪还是一样高的 所以那一个呢是下一步骤的东西 因为今天呢我们就单单只是来讲如何减肥 好的这样子呢 很多人就问我减肥到底难不难 老实讲我认为减肥是非常容易 而且呢是非常轻松的一件事情 那么可能对很多人来讲减肥很复杂 因为要这些那些的 但是以我的了解呢 减肥只是一样东西而已 而那样东西呢就是卡路里 我们每一个人身体都有自己一天需要到的卡路里分量 所以要以最简单的方式给你们解释的话呢 假如你吃超过你需要的卡路里 你就会增肥 假如你吃少过你需要的卡路里 你就会瘦 这样子一个人到底一天需要的是多少卡路里 基本上呢 你只是需要上网去寻找一个叫做TDEE Calculator 你就可以计算到你一天需要到的卡路里是多少 所以就给你们做一个 sample吧 现在呢我就来到这个TDEE的 Calculator 真的呢我就跟着他填我的这些个人的资料 首先呢就是26岁 男生173cm 然后现在目前呢是69kg 然后你就根据你一个星期里会做的运动量是多少之类的 选这个时候你必须要老实啦 不然你就谦虚一点选比较少的 那么我就给你们看一下 假如我没有运动的话是需要多少卡路里 OK 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就是呢 我一天的maintain卡路里呢是1900 然后如果我要减肥的话呢就是前期 所以基本上当你知道了这些数字后呢 你就跟着这些卡路里的数量来去吃 你跟着这些数量去吃呢 你就一定会瘦 所以这个就是减肥最最最基础需要知道的一件东西 这样子我本身到底是用什么技巧来让我整个减肥的过程变得更加快呢 这个方式呢就是叫做intermediate fasting 简称来说就是叫做IF 华语我忘记它叫什么碰什么查断食的 这个时候听到断食的你应该就心想了 妈的又是那些教人家不要吃东西就会瘦的道理 呃其实并不是 intermediate fasting呢基本上就是限制你在一段时间可以吃东西 然后另外的时间呢是不能吃东西的 最基本的呢就是我们叫做168 16个小时不能吃东西 8个小时能够吃东西 你先记得这个168 听上去感觉好像很恐怖这样子 但是哦假如你放在一个正常的一天来比较的话呢 其实是应该蛮正常的吧 很多人在college读书的时候都会不知不觉的发生了这个IF 那么回到来这个168 这样子8个小时吃东西的这个时间呢 其实看你本身的 我本身呢就是在12点下午开始可以吃 然后呢到8点晚上以后呢就不能吃 这样子我在这个8个小时里面呢 我只是吃两餐而已 所以换一句话说呢 基本上就是我吃一个午餐跟吃一个晚餐 听了我这样子讲是不是突然又觉得 其实这个断食又好像不在断食这样子 勉强来讲算是吧 就正常的吃一个午餐跟一个晚餐 然后就不要吃任何的宵夜什么的 那么这个intermediate fasting为什么会work呢 这个呢是因为在我们这个16个小时不吃东西的状态之下呢 我们的身体就会开始烧我们的脂肪来给我们力量 去做我们每一天需要做的事情 然后假如要讲的再复杂点的话呢 就是关于这个insulin spiking 的东西啦 每当我们吃东西的时候我们的insulin就会上去这样子 然后过来一段时间就会下来 所以因为在这个16个小时我们没有吃东西的关系呢 我们的insulin啊就不会飞上去之类之类的啦 但是其实假如你们是个出手 想要用这一招来去捡肥的话呢 其实不用想太多 只要你在限定的时间吃你该吃的卡路里分量呢 你就会瘦了 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很多人就会在想啦 你可能是一个上班族 你很难就在12到8点之间吃东西 但是其实intermediate fasting这个时间 这个8个小时的时间呢 是你自己限定的 你可能可以从9点吃到5点 或者是什么11点吃到7点之类的 跟着你自己的时间生活去调整就行了 但是为了简单化一切呢 我建议大家在这个8个小时里面 只吃两餐就好了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你就不会因为嘴巴痒 然后去拿买那些小零食来吃 然后接下来大家都很好奇的就是 减肥到底要吃什么食物 是不是雅茶吃买那种鸡胸肉啊之类的 No 其实并不需要这么的烦 我本身就是一个马拉喽 不会煮饭不会什么的 而且假如你要我天天煮东西的吃呢 我觉得是一个很惨麻烦的事情 所以我现在就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好料的一个website 来去order你的食物 但是我必须要先生命的就是他们没有sponsor我 这个只是我自己上网自己掏钱 找到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这个餐店呢就是叫做Go Clean 他们天天就有给你好几种选择的食物来去选 然后这些食物呢都是属于健康的食物 而且呢食物并不难吃 而且有一样东西我认为很好料的就是 他每一样食物的卡路里的都写好好在那一边了 所以他们的每一餐agaga都是400到500卡路里之间 我每一天就吃那个两餐 所以我就天天跟着他们给的menu 然后选两餐来吃 非常非常老实的讲呢 就是因为Go Clean的关系呢 让我整个减肥的过程都非常的轻松 因为以前我对减肥的概念呢就是 哇要diet啊要吃那些不能吃这些那些的呢 而导致我好像心情很不好 这样子觉得很痛苦的一个过程 但是因为有Go Clean的关系呢 天天吃的食物其实真的是蛮好吃的 而且呢我认为一时还比那些外面你去order那些什么食物呢 还来的好吃更加的新鲜这样子 价钱方面呢老实讲比我平时叫那种外卖呢还要便宜 所以食物这一块也就是所有人认为最难最难的一件事情呢 就这么的简单解决了 所以讲真的根本没有借口再让我减不到肥了吧 那么可能这个时候你就会在想 呃好饱运动 因为每个人觉得呢要减肥就要运动 其实假如你是真的没有时间 假如你是真的懒惰的话呢 你是不需要运动的 你单单只是需要靠很discipline的吃你很balance的健康食物 还有根据你的卡路里分量来吃呢 你就会瘦了 当然做运动在减肥方面呢也是带来很大很大的好处 可是今天这个影片呢 我就暂时先不说关于运动的这事情 因为它也是有它自己需要研究的一些东西 但是先给你们一个小tips先拿 基本上你们一天去散步那一小时呢 你就会瘦了的 真的 那些什么tapata heat training 然后你身体又这里痛那里痛 或者是你的坚持力真的很惨弱的话呢 我确你们去散步一个小时更好 拿起你的电话放一个耳机开你最喜欢看的youtube channel呢 然后走走下呢一个小时就过去了 一口气都不用喘呢都足够你去减肥了 但是先讲啦这个只是最基础 ok 所以前面这些呢基本上就是最轻松的减肥方式 接下来我就要讲一下大家对这一种减肥方式 尤其是我刚才讲那个intermediate fasting的这个方式呢 有的一些意见 最常最常听到呢就是很多人会跟你讲啦 在这段时间你减的这么快你等一下一下子一定会飙回来会变得更加的肥 这个东西只要你做的正确呢 你是不会弹回来的 首先千千万万不要去到很extreme extreme的意思呢就是比如讲刚刚我们算到的这个TDEE呢 说我千七卡路里就可以减肥了 但是呢因为我想要更加怪的关系呢我就说不如我一天吃一千就好了 这样子我不是更加快瘦吗 对的确你在短期里面会更加快的瘦 可是呢因为你吃太少食物的关系呢你身体的metabolism呢就会降低 当你身体的metabolism降低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你的减肥过程越来越慢 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么你进入一个瓶颈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你这么不会再瘦了 你就开始一磨然后你又开始吃回原本的 然后你就会反弹变肥了 而假如你没有听过metabolic这东西呢 基本上metabolic就是一个帮助我们减肥的一种东西吧 而这个metabolic呢你是要靠吃东西它才会产生 所以假如你没有吃东西你就没有metabolic 没有metabolic它就不会烧你的肥 是有点很惨多来去解释这些那些的 可是呢跟着你的TDEE来去吃就好了 从你的maintenance卡路里呢减少一个500卡路里就够了 OK OK 然后第二样在我这一次减肥学到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的mindset 以前我把减肥当成一个go来去看一个减肥的目标 一旦我达到那个目标后呢 我就回到去我原本的生活 可是这一轮呢 我却把它看成一种lifestyle 一种生活的习惯一种生活的方式 所以这一次呢我是学会了爱上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老实讲我认为我身在这种生活方式呢 比我以前那种乱乱吃东西吃吃睡觉什么什么的 来的还要还要爽 整个人一天的利器还是什么形象还是什么自信心等等呢 都比以前好很多很多 所以incel把这个整个东西看成一种减肥计划 不如你把它换成一个想法 变成一个活得健康一点的方式 然后这时候讲到健康这东西呢 大家就会在想 哇健康的生活很差闲的呗 老实讲其实没有啦 我还是照样有吃kfc啊 我还是有吃pizza 还是有吃那种ice cream之类的 只不过是就不再像以前这样子天天都吃 我一时有mood的时候呢 还是会给自己来一个cheat meal 听清楚哦 是cheat meal不是cheat day哦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在减肥的时候呢 一旦他去到一个极限 觉得自己啊忍不住了 很想吃那种炸鸡什么的时候呢 他们就选择用一天的时间来去乱乱吃他们想要吃的东西 然后从一天的cheat day变到两天的cheat day 三天然后慢慢就回到去原本的生活 所以instead of cheat day呢 我认为大家应该保持在cheat meal就好了 ok 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减肥的方式跟心态需要注意的东西 而目前的我接下来一步到底是什么 那我接下来打算呢 就是要把我的body fat降低 然后呢同时也gain muscle 我现在的饮食之类呢 也开始进入新一个阶段了 但是这个呢 就等我成功的时候秀到你们6-pack的时候呢 再来做一个影片跟你们分享一下 所以希望接下来可以看到的就是我的6-pack muscle之类的 那么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助到你们整个减肥的过程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哟 安妞